大家早安啊 今天是在德國的第二天 然後我跟Ling現在要去一個布蘭登堡門 叫什麼 Brandon Burger 什麼唸之類的 大家剛剛有看到我早上比來比去的影片嗎 有看得懂嗎 好 反正我們現在要走路過去 好像20分鐘還蠻近的 然後就路上看有沒有什麼吃的當作早餐 因為現在其實已經早上10點18分了 其實也沒有很晚啦 就早上10點18分 我們現在應該差不多要下班了吧 因為我們時差有6個小時 在台灣的人民們 結果我後來吃了沙布耶 就比較簡單而且比較便宜 吃了一個早餐花了5.1歐 吃一個早餐花我200塊我真的是傻眼 我覺得要去超市買早餐一次 因為這樣下去不是蛋糕 太貴了 它的咖啡居居然沒有暖 只走這樣子有2個 只走這樣子有2個 我們剛剛吃完了沙布耶 我那個咖啡真的是傻眼 它那個大概只有半杯吧 而且很多都是泡泡 然後這樣要2歐 我覺得在德國可以就是有一件很好的事情 就是你會學會知足 我真的超飽耶 但是我一想到那個三明治這麼貴 我就死都把它吃完 然後咖啡真的是 我好想念台灣的飲料店喔 這裡怎麼都這麼貴 我覺得我 我覺得我真的要很省吃檢用餐 我本來在歐洲生活下去耶 雖然我現在超飽 但是我還是要把麵包吃完 因為真的太貴了 這裡吃一個早餐吃了200塊 我都可以去吃火鍋吃到兔了我 現在在德國的某些超市 叫什麼REW什麼的 然後這邊的彩妝很便宜耶 我剛剛看 超多都超便宜的 就是Maybelline的也比台灣便宜 我這裡有一個一直很想買的蜜粉餅 這蜜的蜜粉餅 這裡也便宜很多耶 很想買 但是我的行李實在是不允許我買 但我其實主要想買 看有沒有飲料 因為這裡飲料真的太貴了 大家可能會買一個喝的 因為這裡好像一塊錢吧 你看也有NYX 我不知道德國人是不太喝飲料 還是怎麼樣 就是他們冰箱櫃就只有這樣子三個 然後就沒有什麼那種 很多選擇 不像台灣一樣 然後又很貴 所以就只能勉強隨便買一個 買一個0.85塊的四盒看看 我買到一個很難喝的飲料耶 這個好像葡萄又汽水嗎還是什麼 不甜然後放在冰箱也不冰 然後有點鹹鹹的 這個 也沒有很酸 但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這個味道 欸這個比它上面的價錢還貴 我看 它上面寫0.95塊 然後就我買了之後 它變1.2 但它中間有寫一個 我不知道那什麼 什麼德文 還是什麼 不知道是碎嗎 還是什麼東西 它就加完之後變1.2 就不是原本我看到的價錢0.95 這還是好喝就算 也不好喝 我只想喝個冰的飲料 我們現在到了布蘭登堡門 這裡很明顯的就是觀光客的區域 因為都是人 欸旁邊也有很多那種店 就是賣明信片還是什麼 這門比我想像中還小一點耶 就是沒有那麼大那麼大 不太好 會不會高那位 每個人看起來都很熱 我們剛剛看完了國會大廈 然後在旁邊的影子下坐了一下下 欸突然變好近喔 我是把它弄到了 對然後現在要去另外一個地方 這也很熱耶 我覺得跟新加坡差不多 可能因為現在暑假吧 所以哪裡都很熱 然後我的墨鏡又被我壓壞了 我超想買一個墨鏡的 現在在等過馬路 我們先躲在旁邊的樹蔭下 要過這裡的馬路 喔變大黑人了 到哪裡都要躲在有陰影的地方 不然會越來越黑 我真的很想買帽子跟墨鏡 我們兩個 Yeah we have to go fast 我們剛剛過這個紅綠燈 結果剛從影子處跑出來 它就變成紅燈耶 大概兩秒吧 然後我們兩個就傻眼 喔 喔 又變紅燈了 It's really fast to be color 超誇張的這個燈 傻眼 現在在一個叫做浩劫紀念碑 現在走在這個裡面 我剛剛原本以為它的每一個都很矮 結果它其實是有 就是認真 有高低的耶 就是你看得出來那個 它們現在就越來越高 就是它那時候的 當時的 嗯 情緒吧 有時候你可能 情緒就是很波動很高 這樣子 它就是以這種方式 是它設計的裡面 然後就有很多 哇 真的很高耶 真的很高耶 矮的就很矮 高的就很高 它真的越來越高 就從剛剛很低的 然後到現在就是越來越高 而且它就是 就是 四面都有 我不是很敢去講說這個 到底它的意思是什麼 然後你看走出來就 反正有一陣 陽光灑落的感覺 我覺得 德國最需要的東西就是飲料店 烏斯蘭還是清新還是什麼的 趕快來德國 我快要被熱死在這邊了 這邊的人都不用冰塊的 就是很少那種 也許有的是我還沒有喝到 很冰很冰的飲料 超熱的 沒有新加坡那麼熱 但還是很熱 但每個人都很悠閒的感覺 現在走到一個有影子的地方 覺得很知足 覺得有影子真好 但我現在好想喝奶茶 好熱喔 我們現在太熱了 我們剛剛一直在找咖啡店 一直找不到 然後現在 這邊有家星巴克 只好去買一個星巴克來喝 你為什麼在韓國說的? 房間在韓國說得多少 你們如何叫那個波克的? 房間在韓國說得多少 現在我們快要去 房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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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吃吧 你怎麼說 去吧 去吧 去去吧 你先問一下 這個茶茶? 什麼東西? 為什麼 它是奶茶? 真的嗎? 不要嗎? 對,我只是拿了幾個米粉 你的名字? Y-E-N Y-E-N 還有其他嗎? 那是任何? 那是任何? 這就是任何? 謝謝 現在在星巴克 真的不懂為什麼德國都沒有飲料店 然後想要喝個飲料就幸好 就只能找那種咖啡店 然後我剛剛看到他有一個不知道什麼茶的 我想說不會是奶茶 因為我好想喝奶茶 結果也不是他說那個喝起來有點辣辣的 所以後來最便宜的就是拿鐵 所以就只要喝拿鐵 應該是我這幾天喝過最冰的飲料了吧 他們連那種超市賣的飲料 就放在冷藏櫃裡 可是竟然都不冰 就只是涼涼的 就很熱 這一切都很熱 我覺得星巴克好很多很冰 果然有時候還是需要連鎖的商店 我們現在要去一個 spy spy的博物館 關門了 之後會怎麼樣呢 之後會怎麼樣呢 我們現在在那個spy的博物館裡面了 然後剛剛因為link有買一個好像是什麼 ct pass還是什麼的吧 然後他花了14.5歐 就會不知道什麼 我是一塊錢都沒花到 然後那個人就讓我進來了 我真的是傻眼 所以我沒有花到錢 所以我等一下會給他一點錢 不然我這樣子都沒有花到錢就進來了 好像很奇怪 這個是機器就是你可以知道你的密碼 就是好像多久可以被破解 這個口紅是 還有那個尖孔在背面這裡 然後這個內衣也是 它也是一個camera 反正很多次看不懂 但是看得懂那個 camera f21 hiding 在一個bra裡面 很有趣耶 這個是測紅肌 可以趁著什麼 心 心跳跟那個什麼 什麼 血壓還是什麼 有點忘記 就是脈搏的那個 然後他就是可以用上面那個 可能看你的波動程度吧 然後看你有沒有說謊 所以感覺很酷耶 但是就是要理解一下 因為都是英文的 所以還是有點累 這裡還有spy衣服 你可以體驗 然後可以拍照 還有墨鏡什麼的 我覺得很有趣 好 這個可以讓你體驗 雷射的那個線 然後如果你碰到的話 你就結束了 就不然繼續玩 然後看你能不能成功 那有時間鮮豐 我們現在剛逛完了 然後出來之後 就是他的紀念品店 我覺得這個還蠻好玩的 而且我沒有花到的錢 更好玩 還不錯 但是沒有想像中 就是這麼多遊戲 但是就是還蠻特別的 可是他原本好像要12塊吧 還是10塊 其實也還ok啦 就還不錯的體驗 蠻特別的 但如果你英文好的話 來這裡會更好玩 我們천得上面 最igma怪咪 緊叫我 各國的那些 有魂 є 明明卡 聰 richtig 知 quil